最近家里有很多兄弟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 阿罗 你说我追了一个女生整整一年了 我追了一个女孩两年 我追了一个女孩整整三年了 我还要不要继续追下去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诉求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劝解 怎么去帮助了 首先 我今天想确认一下 就是说 这个女生 她还愿不愿意去跟你交流 不管是见面也好 电话也好 还是说信息也好 如果连这些基础的都没有的话 人家每一次跟你聊天呢 都是在敷衍你 避开与你所有的交流 第一 这不正常 爱情啊 它肯定是两厢情愿的 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你 这就不是爱情 她喜欢你 你不喜欢她 这对于你来说 就是为难 如果 一个女生 她仗着 你喜欢她 利用你 还不尊重你 你呢 还仍然想在这棵树上吊死 那么 我告诉你一个残忍的答案 希望你先别难过 如果 一个女生从一开始就跟你讲 我对你没有感觉 其实你就应该 已经选择放弃了 成功的几率 非常非常低 女生对感觉 看的都是比较重的 如果第一眼 没有好感 就不要再想着 跟她能培养出什么感觉了 对于追求一个女生 我说 极限是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 你都还没有戏 当然放戏 你追了一年 你觉得这个女生 对于你而言 还有什么 没有了解到的吗 该送的礼物 该给的感动 该买的花 该做的你都做了个遍 在这个权衡利弊的年代 别说一年 就算是只有一个月 不管是你的颜值也好 性格也好 家庭 经济条件都好 人家肯定 已经对你有一个 非常非常清晰的了解了 还不同意是为什么 一 是根本对你就不来电 没感觉 二 当然就是 就算是 只看你的实力来说的话 你也是跟不上 也配不上 不要说我今天 是来打击你的 一年了 你看人家觉得 就算是我没有人选 跟你凑合一下 我都不想考虑 您说您这恋爱 也不是说 只是追到手 就完事了的吧 到最后 你俩维持 其实是要比你追到手 这件事情 要难得更多 如果你开始 都是靠你苦苦追求 才得来的结果 你已经在追它的时候 把你自己 所有的体力 所有的精力 全部都消货带尽了 你觉得这段感情 会容易维持吗 你还有力气 和能力维持吗 天涯何处 无芳草啊兄弟 请给自己 留下最后一点点的尊严 体面特长